今年在很多的一個賽後的NVP 就像高宇傑在分享的時候 都有提到你的名字 他就感謝我這樣子帶他練 然後我很辛苦 因為他 是整個魔鬼訓練 體能訓練嘛 重訓 然後技術 跟技術體能我全部都包了 我就會有菜單 我會去檢查 就是跟他討論 還有跟教練討論 對 針對他這樣 然後就 那個菜單如果他沒有完成 我就會在旁邊重新再做一次 還有飲食也是啊 我每天看他吃什麼 你吃也要控制啊 對 因為我跟他講一個 我覺得打到他的心 你說什麼 打到宇傑的心 我覺得一個很重點的就是說 我說你看這些選手 沒有XXX 我說你是XXX代表 是是是 你可以當一個很優異的指揮官 歡迎收看野球迷人房 今天東哥來到這邊 我覺得你非常放鬆 就像自己家一樣 你等一下是要去轉播是不是 對對對 沒錯 唉唷 那我們就是今天要來看 東哥的一日轉播行程 YA 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要幹大事 我們要訪問一位 非常非常重量級的來賓 也非常值得尊敬的 一個重量級球星 今天可以訪問到本人 是一個 我真的很緊張欸 而且我本身都沒有睡覺 沒關係 有我在 轉過身給大家看一下你的POP 是 我們今天要訪問到的呢 就是16號的 我們的傳奇人物周思琦 哇 那我們馬上就去貴賓室 來迎接我們的周董周思琦 Let's go 歡迎我們的 爸來賓 大家好 東哥好 河姐好 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邀請到周董 來我們野球迷人訪 然後但是 題外話是今天 你還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訓練 對對對 喔這個是因為 原本的作息時間就已經很固執了 合約在 合約還在 對還有紙還在 對對對 也不能礦紙啊 對要走完啊 對啊礦紙的話是不是被扣薪水 欸 扣日薪啊很多 還是要到啊 扣下去不得了 客氣啦 其實啊這個 還有一點點小小故事 就是其實我在我大學的時候 某一天在羅東夜市 有碰到你 我看著你 可是我不 我那時候還是大學生 我還不是和美的時候 我是和淑美的時候 嗯 我就一直看著想說 哇是球星欸 他那個時候有那麼紅了嗎 十多年前嘛 十多年前 沒有其實長得帥也不多啦 欸 而且又很高 然後他一邊逛夜色就是 就像我小時候看到東哥的時候 哇 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啦 快點還可以睡啊 我發現這樣一個捧過去 對 你捧我我捧個 對 那時候看到 在夜市看到詩琪 我覺得他非常親民 真的喔 我在吃香腸 妳有跟他打招呼嗎 我沒有不好意思 但是 那個觀眾跟他打招呼 或是跟他拍照的時候 他一律都會說 好啊好啊 然後就拍照這樣 你這樣瓊魚朋友會覺得 會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旁邊是誰 欸 但是老婆吧 自己挖洞欸 不容易欸 不會啦 一定是老婆啦 因為羅東 他羅東 對啦 老家是羅東的 對吧 所以我沒有記錯 對對對 你好好的學生 你跑去羅東 我也是會出去玩欸 很近嘛 知學到羅東很近啊 不錯不錯 也算是有緣分啦 那也很開心今天邀請到詩琪 能夠在 關了我淫退之後 介紹到我們這個 野球名人房的一個 謝謝 我的榮幸 訪問 那我們一開始先聊聊 關於淫退賽那一天好了 好 那一天 你有想過 淫退賽會請來五月天嗎 沒有啦 這沒有辦法想像的 你就問東哥就好啦 我們 不是我們 你講你講 從東哥這樣 早期 然後我中期 大概中央職棒15年 那時候 沒有辦法想像 你現在會有這個榮景 四萬人球場 然後又可以辦成這樣 不可能 真是不可能想像 那那一天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哇 我好像是做夢的感覺 真的真的做夢啊 就像小時候 看東哥打職棒 想說自己有沒有機會 像東哥以後一樣 就是打職業 然後 欸可以欸 那很開心欸 不是開心 今天旁邊坐的人是我 對不對 嘴角都止不住笑意 變得到太陽樹的嘴角 我變成他的擋鍵盤 沒有啦 沒有這真的 因為我上次才給東哥簽 我小時候給東哥的那個 那個我們那 簽名卡 在地做的球員卡 那時候他那個球業還是郡國 郡國的時代 對對對 一隻筷子走天下 在部落的那個故事 那個叫做打遊擊 那個是什麼故事啊 就剛好就一個回歸列車啦 剛好他們那個 剛好我們就剛加 應該算是 職棒草創時期啦 剛好就回到 奧運剛結束隔一年 嗯 我也剛剛第一年剛加入職棒 有這個機會回到 這個應該說家鄉 做吉普車 郵街 光榮 光榮 在那段時間喔 在隱退的那個時間之後 球團或者是球隊之並有 特別跟你去做一些 商討的一些事宜嗎 過程有啊 稍微討論一下 他們會問我說 我想要辦什麼樣的 隱退儀式 然後我在過程當中 我想說 好像在辦自己的 那個告別式一樣 所以 有什麼願望 有什麼願望 幫你答應 真的有點像 就是你是活著辦 自己的告別式 那個告別式 球場結束的告別 所以這個 這個情緒其實 只有職業球員可以體會 那當時在隱退的時候 你有提出什麼樣的要求嗎 給球隊 欸我 我比較復古一點啦 就是我希望找那些 老球員 老球員跟老球員 比較傳統 對對對 因為那個老球迷 就有一些都 時代不一樣的 他們都沒有來看棒球 所以那個手面口 幾乎我都看不太到 就是越來越少 你會記得球迷嗎 又會會 真的喔 對對 其實以前我們在打 職棒的時候那個 距離很近欸 球員跟球迷的距離 距離很近 比方說 像我記得印象很深 像在台中棒球場 打一次球員也打 我們不是要列隊擊掌嗎 對 然後過去那個兄弟飯店 他直接伸手這樣 哈哈 過去兄弟飯店就是 最後一個 擊掌的那個人會給他娃娃 然後丟上看台 喔好好對 沒錯 然後有一次我就 好像是拿著娃娃給他的時候 結果我發現有一隻手這樣子 在我的旁邊 他跟你擊掌 然後我就看是誰 結果是一個裸體的男子 他從觀眾型跳下來 是球迷 哈哈 他一樣擊掌這樣 哈哈 哪個球場 台中啊 台中棒球場 喔就是那個現在 在體大那個 體大 體大防守球場 台灣大學 上升喔 上升喔 不是全身喔 我嚇一跳 該不會現在還有跟他聯絡吧 沒有啦 跟他不認識啦 那就是球迷 比較瘋狂一點啦 對對對 他就自己跳進來 你也沒有發現 我想表達 那時候是 球迷跟球員之間距離很近 對 很近 然後球員 應該說 球迷 對比賽的勝負 會比較投入一點 喔 對 本質球迷 就像你現在一樣 看到球星之后 所以現在就比較少 我不用擔心 因為非本質球迷比較多 嗯 對啊 他們也不是來看我 哈哈 你不要這樣講啦 對 一半一半啦 哈哈 那都是本質球迷啦 對啦 除了這些之外 在你在 那兩天過後之後 都會去客廠 去做一些 接受對方的 這個 贈禮的這個過程 你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是覺得 誰的一個禮物 會讓你覺得 非常有趣 我覺得都蠻有趣 像統一 他送我統一布丁 然後像衛拳就送我 那個嘛 Lego 樂高嘛 然後富邦 富邦比較好笑是 因為富邦是唯一 讓我有支持的 其他球隊是我都沒講話 對 然後我就講 我就說你們是可敬的對手 大家都笑啦 因為他們 他們可能覺得 他們戰績不好 所以 他很棒 是他們的球迷笑出來 因為我們跟富邦的戰績 其實很近啊 對 我們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贏他們很多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可敬的對手 本來就是可敬的對手 當我講出來的時候 沒有其他意思 我沒有其他意識 然後 就他們球迷就笑出來了這樣 就還蠻好笑 所以他們送了什麼 他們送公司包 但是那個 那個時刻我覺得蠻好笑的 蠻好玩的 對對對 台剛 台剛是 台剛是我送他們 我送 畢竟是星球隊 對對對 我送給那些 蠻有一個傳承的一個異味 對 他們贈送你這些禮品的時候 有特別跟你講說 我送這個禮物之後 學校是要讓你做什麼做什麼的 有 他們說公司包的時候 讓我 他們覺得我當 以後當亞棒的特助 要帶很多資料 對 然後我就跟邱哥講說 欸 你可以送我平板 現在都數位 數位化了 那一定用平 對 對 這樣比較簡單 樂高呢 樂高是說 我之前有跟東榮講過說 我好想蓋一個 好想看到一個 台灣自己的那種 國際 世界級的訓練中心 哇 太棒了 就是想要 因為看到國外那種 比方說廢學 也沒問題 對 我了解 或者是什麼 之前去那個NFL 看到他們訓練中心 我說哇塞 震撼 然後那個勤修士 也是 哇 真的沒辦法想像 所以 一進去就知道我們輸人家多少 所以我好想要有一個 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那種 國際 世界級的訓練中心 他就說 啊不然先從樂高開始這樣 這樣你自己拚到 他這樣你自己拚 好淒涼喔 我們兄弟的呢 俊修送我眼鏡 然後 我大大小小禮物都有 還蠻多的 還有那個相框 就是我以前跟他們 跟隊友合照的 然後他們很有心自己去 做一個壓克力的相框 然後送我 那請我簽名 後面有沒有簽名什麼 那是像 勿忘贏中人 勿忘贏中人 這個你小時候有寫過嗎 勿忘我 勿忘比重人 勿高昇 有夢真好 那為什麼要送你這個 哪個 雅奴雅 我們上次也有問到 我喜歡做那個 重訓 因為 大概30歲以後 你那個 肌肉量都沒有維持 就很快要下去了 所以就一直在那邊坐啊 沒事就在那邊動 啊沒上場就在動 他們就說 希望你身心病 我一直練那麼多幹嘛 我說 等你以後就知道了 對 那當然在那個 當時好送你這個 雅鈴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解釋說 他為什麼要送這個東西 他們去克制那個 金色的 然後上面還有16號 可是我就想說 這不是16公斤 因為太重了 我真的很重 可是他上面寫16公斤 我就想說 至少你是買到假的 他是買到double的 就是很重就不像16公斤 所以16只是個數字 他不代表公斤數 是不是 可是他上面寫16KG嘛 對啊 還算是16K斤啊 那個都不重要 我覺得 他是黃金的 不管他的那個 雅鈴重量多少 多重 你那天你回憶一下 張士豪講過什麼話 他說什麼 他是說 他送你這個雅鈴 他比方說我們在這個場所當中 在聊天的時候 你都在旁邊拿著什麼橡皮 這樣子拉 這樣子拉 對 就是他們在 看電視或什麼的 他們在 呃 不要說伸展 我就在那邊動啊 就是動 然後拉橡皮 然後做雅鈴 你就表示說你完全沒有投入他們聊天的那個構思 對 我有邊講邊聊這樣 他是看到你這個動作 然後自己會戴那個橡皮筋跟那個小雅鈴嘛 就在 但是他們在玩 或者踢足球我就拿著 然後這樣踢啊 可是你也把這個心得 有跟這個張士豪有分享過 對 為什麼說什麼你知道嗎 嗯 他說你常常做這樣的一個動作的話 會增加這個傳球的一個盃力 嗯 真的 那你為什麼沒有特別強 欸 沒有 欸 你冒位 他是 沒有 這開玩笑 我著重的不在傳球的盃力 我在 著重的是在智慧的盃力 哎呀 傳授智慧 所以還是要保持 因為 你當然要訓練在多巴胺嘛 會刺激大腦 對對對 對對 會長智慧 所以我的盃力在頭這邊 不在手 訓練智慧 來啊這個就是來賓的那個 對反應能力 可以可以有事在啦 我們也不能再繼續把它 動越挖越深 都留 不然它跑不起來了 都留了 那我還想問在 一開始決定 已退的這個moment 對 是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 我加入中央職棒 幾乎每一年都在準備 隔年要退休 真的嗎 對 幾歲過後開始想這件事情 欸應該是 我剛加入職業室 我想說能不能打五年就好了 因為我的輪子不是很前面 也不是什麼第一輪第二輪 我都不是 我是第三輪 那個那個什麼 特別選秀 那個替代一選秀第三輪 可是替代一選秀 它又不是整個 整個選手一起選 它是那一年的阿兵哥一起選 對我是第三輪的 那很後面 輪子很後面 所以我想說 打個五年應該差不多 回去家鄉當老師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對大概是這樣 我剛剛就加入 後來我怎麼可以一直打 我已經超出我預期了 然後再來是 真正想要 開始就是黑暗時期嘛 每一年都當最後一年這樣 對所以 它沒有一個既定的 結束的時間表 因為每一年都準備要結束 那段時間大家會討論嘛 說明年你要做什麼 明年如果沒有人 你要做什麼 而且那時候常常 比方說兄弟飯店 那時候時期常常講說 如果沒有票房 不排除解散嘛 那時候常常有這個議題出來 然後我們每年秋訓的時候 那時候很冷啊 都會講說 欸阿你 有沒有找到學校 對 要當老師了 就是未來著想 對一直在討論的是這個 不是討論 球技要怎麼進步 是討論你下一步要去哪 是這樣子 然後跟現在是完全沒辦法想像的 所以幾乎都是這樣子 就準備準備 然後後來是中信 進來接手那個兄弟飯店 才越來越好 整個環境也越來越好 也剛好是2013年那時候 經典賽跟曼尼那時候 台灣的職棒的龍井 才慢慢瞬間式的那種拉起來 對 對所以我們才說 欸好像也可以繼續打 對更努力一點 好像就是 有未來了 就是撿到的 撿到寶啊 是這樣子 對 當你那一段時間 面臨到有一些 不安定的一個成分在的時候 就像你練完球之後 你有沒有可能 刻意就是說在私底下 要如何繼續加強 你可能就是要 當老師的這樣的一個功課 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 就有修那個教程課 就是教育學程 教育學程 對 因為教育學程 你修完了 就可以去考嘛 對 大概是這個準備 然後平常就是 就練球啊 練球就不會少 可是那個情緒是很特別 就是你又要 很努力練球 進取 然後又要想下一步 所以它會有一個衝突這樣子 就是 會準備要比賽 又要準備 離開球場這樣 或者是要準備 那時候 最差的打算是已經準備 這個聯盟整個結散了 有這樣的一個 對對對 那個比較不安定的 那個成分 那就是危機意識很重 我也不曉得 真的是結散的話 聯盟整個是結散的話 我也不曉得要幹嘛 對啊 可能就是後面那個 公帝喔 對 打散打散 對啊 下面打 賺的比打球還要多 但今年決定 贏退的原因會是什麼 差不多了 因為剛好 對 18年本來我就要退了 合約結束 18年 對 2018那一年打完 我就要結束了 然後 後來球隊有一些 中文六年 球隊 前一年走了一批 中生代球員 所以我們的太老跟年輕 全接不起來 對 有差距 有差距 所以 後來19年 恰哥跟昂姑退休 所以 又沒有學長 那球隊就說 欸你狀態還可以 當學長 你再繼續幫幫忙一下賢潔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拿到冠軍 對 七年六亞 對 然後 20也沒有 如果20 如果那一年有拿到的話 我應該就退了 哦 所以你是在拚一個 對 然後2122 然後 欸球隊就說 不然你繼續打 20我會打得不錯 我再說你繼續打 然後 還有 更多高中生進來嘛 然後就說 不然再幫忙帶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才到今年 主要就是成績 一直很穩定 而且狀態一直保持得很好 可能是因為一直有在拉橡皮筋的關係 拉橡皮筋 哈哈哈哈 沒有 還有很多 還在拉橡皮筋 還在拉橡皮筋 你現在會不會覺得 哇很想壓 可能這個腳往這邊 還要撿電 跟著老師運動 就下班生 痛指 隨時保持一個訓練的狀態 還想問在影響賽當中 就是大家 就有一個很溫馨的橋段的時候 每一個人上來 可能獻花或是抱一下 你有沒有對哪一些 哪一些話比較印象深刻的 最感動的 有好幾個都直接埋在懷裡 他們都講不一樣 他們都講 我帶他們訓練跟他們相處 其中一個他們記憶點 比方說像魚住 他就講說 他就說謝謝學長 我達到你的要求 因為我是跟他講說 他一定要突破 那個雙位數全力打 對 以他的能力是要這樣子當目標 沒錯沒錯 不要太安逸這樣子 所以他要達到的時候 他就 那一天是這樣講 對 然後東華就是講 我跟他之前的故事 他說謝謝我 然後帶他訓練 我一點忘記 因為他們講話就 沒有球 沒有球 球翻譯 然後他們哭完了 我還要想一下 喔我在說那個 這樣子感情很不投入耶 不是啊 因為他們在哭 你聽不到他們講 回到飯店的時候還要穿那個 做那個Live的 等一下你剛才說什麼 你這我沒有聽清楚 可不可以再講一次這樣 對 沒有就是他們哭完了 哭完了 就是哭聲嘛 然後後來離開了我想說 喔他在說那個 對 對 還要去回想那段話 還真的有趣 文姊也是 文姊也哭很大聲 啊 說說說 啊 啊 啊 我說 文姊你在說什麼 的確啦 自己學定在那個狀況下 會有這個爆哭的一個現象 對 就是對選者不捨啦 對啊 然後我就後來就自豪 我就說 自豪 交給你了這樣子 他就爆哭了 喔 最後我一直 又來 就聽不懂了 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這句話有感動到張志豪 其實在 你隱退的那時間過後 就我們大概這邊有跟 張志豪這邊 有跟他聊過這段 這段事情 他就說 我們學長 思琪隱退下來 現在球隊 就是由他來 換他來 他現在最資深 而且那一天他來錄影的時候 剛好是隱退的隔一天 他眼睛腫得爆 喔真的 因為我那天衣服球一整個都濕的 真的沒有誇張 是濕的 兔子治豪的眼淚啊 對啊 然後都哭了 我滿想知道的 就是說在今年 在很多的一個賽後的MVP 就像高宇傑 對 在分享的時候 都有提到你的名字 他在跟你抱在一起 對啊 他也哭得很慘 對 他哭得很慘 有跟你講什麼比較 感動感人的一些話 他就說謝謝我 他一直帶他 他說 講蠻多的 沒有他就感謝我這樣子 帶他練嘛 然後 很辛苦 因為他 是整個魔鬼訓練 體能訓練嘛 重訓 然後技術 跟技術體能 我全部都包了 就是他的一整個訓練 就是老大球場之後 整個一個時間 都陪著他就對了 對對對 我就會 有菜單嘛 我會去檢查 你自己開的喔 就是跟他討論 還有跟教練討論 哇 對針對他這樣 然後就 那個菜單如果他沒有完成 我就會在旁邊 重新再做一次 不一樣的一個蛻變 這是完全是 除了身材改變之外 還有飲食也是啊 我每天看他吃什麼 飲食也要控制啊 對 飲食 澱粉要少嘛 然後 紅肉白肉多一點 蔬菜多一點 不可以喝甜了 因為我 我跟他講一個 我覺得打到他的心 你說什麼 打到 雨潔的心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說 我說 台灣的 能夠 化水的肩膀的 的 很有影響力的 人喔 幾乎都是捕手 紅衣忠 葉金章 很多很多捕手 曾智貞 大聯盟也是 像東哥這種就比較少 化水的肩膀的內野手 就比較少 我有想要當捕手的夢 可是一直沒辦法實現 內野魔術師 求傷不足啦 只能當內野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成為一個 很優秀的捕手啊 你會在台灣 很有立足之地 而且很有影響力 而且重點 我還要跟他分析 我就說 你看這些選手 沒有原住民 我說你是原住民代表 是 你的成功會 讓這些部落的小朋友 看到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世界 就是說 你可以當一個 很優異的指揮官 這個是 其實有很多原住民捕手 可是他們為什麼都沒有 成為很有影響力的捕手 而留在中華之旁 我覺得這很值得去探討議題 就是我說如果你可以做成功了 你會顛覆很多 或者是打破很多 不成文的規定 把它打破這個事情這樣子 讓你可以代表 這個原住民族群 去做一些事情 我當然不是說 那個 原住民不好 那個不好 或者是在 這應該說在這個 對 你是會一個指標 小朋友會看 對 會想要模仿跟 崇拜跟學習的 一個對象 對啊 那他聽完之後 他沒有覺得壓力大 反而是他的一個動力嗎 都會 這一定是 這一定是的 就是壓力也會是動力 動力也會是壓力 這是一體兩面的 可是就是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會有一個 我要丟一個責任感給他 讓他去做 讓他的藍圖可以大一點 就是他的眼光可以放遠一點 不是只有說成為一個 很厲害的捕手就這樣 我覺得他要有一個責任 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的世界跟你的藍圖 可以勾勒再漂亮一點 我覺得 不簡單啦 蠻勵志的 因為 周董說話有什麼活力 因為 你要他一個人成功 或者是他一個人放棄的話 一句話就夠了 其實在能夠打動人心 那種那一段話就相當 相當重要啦 那球員雖然這麼長當中 你有沒有 什麼事情是讓你遺憾的嗎 我覺得 那時候 老大王光輝 那時候應該要再跟他 多講一些讓他留下來 可是他就比較 比較喜歡 樂觀啦 比較樂觀啦 然後他比較想 不要那麼壓力 不要那麼重 對啊 那時候如果把他留 拜託他留下來這樣 我覺得應該 應該會蠻有趣的這樣 對啊 自己偶像嘛 對啊 可以長一點 他偶像蠻多的 沒有就你們四個 還有五名 不是那是音樂界 不一樣 這是我們球界 我們是棒球界的 對 我們這樣啦 球界 你要穩定下來 球界的五月天 哈哈 錯一下就 五月天只有一對而已 一組而已 他們是F4 他自約槍F4 九月天或是十月天 F4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球迷 或是支持自己的人說的 真的很感謝 真的 就是謝謝吧 然後 可能以後可能會比較少 在球場放到大家 我盡量回來 然後我會很想念你們的 20年 20年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有其他的思琪啦 就是 呃 他之前說這個 希望能夠達成的那個 樂高的那個形狀有沒有 對拼好之後 可以上傳到Instagram 拼好啦 就是靠著他的一個身分 能不能帶給台灣 有這麼好的一個訓練中心 你就真的蓋著一個 訓練中心 對啦 你拼了那個高 我來就好了啦 對 好啦啦 真的我們希望思琪 我們先從樂高開始 慢慢紓壓 這也是一個純紓壓的過程 那訓練中心算 對一個 未來對棒球的 學手的一個發展 是很有幫助的 會可以孕育更多的球星 我們期待思琪 謝謝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邀到周董 來到我們野球棉房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